你知道古代的天牢和地牢有什么区别吗 在电视剧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把犯人压入天牢和打入地牢的场景 这二者到底哪个更严重 他们又到底有啥差别呢 天牢一般设立在京师 是只有朝廷直接掌管的牢狱 这里关押的并不是穷奢极恶的罪犯 而大多是一些皇亲国戚和权贵重臣 俗称上牢 能关进这里的都是一些政治人物 大多都是由皇帝亲自下诏定罪 普通人犯再大的罪也进不来 正是由于天牢的特殊性 这里一般也没有酷刑 比如一些战错队的重臣 要么独角要么白灵 既让他们死的体面也保证了皇家的颜面 比较知名的天牢入狱方式 就是明朝时期的赵狱 赵狱不属于刑部 督察院和大理寺等司法机关 而是由锦衣卫直接统领 只对皇帝一人负责 换句话说 只有皇帝要抓的人才会被押入天牢 天牢强调威严 而地牢则突出酷刑 地牢则是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地狱 这里挂押的是平民百姓 俗称下牢 死牢 最大恶极的杀人犯 偷鸡摸狗的小混混 有冤没冤的评仇百姓 一旦见到这里 各种酷刑轮番伺候 去打成招也是家常便饭 言归于此 搞清楚了天牢和地牢的区别 那么老铁们更想去哪个地方呢 欢迎评论区交流病情